想要寄口罩到中國 對 它是政府規定 它不能 這限制出口筆項不能寄出去 所以一盒也不行 對 不行 不好意思 邮局工作人員一聽到要寄口罩 立刻打回票一片都不行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延燒 政府下達口罩禁止出口令 過濾性94%以上的口罩 是限制出口筆項 這些都不能寄出去的 航警局跟海關會同檢查 X光檢查 那查獲以後 大概有兩種處理方式 一個就是退運 一個就是把裡面的口罩 作為沒入的一個作業方式這樣子 口罩不能寄出國 想帶出國也有數量限制 機場內一名飛往上海的台商 因為攜帶八盒口罩 超過五盒上限 當場被查獲直接沒收 不過每個人最多 只能帶250片出國 自己省著用 可能沒問題 但是萬一疫情擴大 台商很擔心 根本不夠用 四盒吧 四盒 找四盒 哪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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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幾個人都沒有營業 所以也很緊張 當然我們是說 可以不要走那麼多 但是 留下來給大家 大家說給他們 但是 現在地球村 你如果可以給上班 是大家最好的 做這是最好的 對口罩出口 經濟部定下嚴格規定 旅客出境不能帶超過五盒250片 郵寄出國更是全面禁止 違者最高處貨價三倍罰還 這個就跟偷帶 偷帶這種瓶進來一樣 就罰啊 對啊 像我剛才就便利商店 我也買不到口罩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台灣國人的健康要先照顧好嘛 如果你讓國內的疫情蔓延之後 然後造成我們國內的 口罩數不足的話 然後 我覺得是本末倒置啊 口罩該不該限制出口 民眾有不同看法 不過政府目前沒打算放鬆 光是30日開工第一天 航警局就查獲 33225片違規出口的口罩 將全數沒入疾管署 供國內疫情所需 提醒民眾非常時期 真的不要心存僥倖 先自助才能助人 歡迎新聞 觀察民燕捷運令伊力廷台北桃園報導